HELLO,大家好,我是小蘭,又到了Shadowverse暗影視障的拍組介紹時間啦!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介紹的是指定模式之中的冥斧死靈 那冥斧死靈在這個版本來講的話呢 指定模式之中也還是要靠著黑莉絲機咒6的時候 去AOE全體三連傷害,召喚出一個冥斧制度到場上 那冥斧之路可能有些比較後進的玩家不見得知道它的效果 它的效果呢就是回合結束的時候如果牧場卡片數量也就是目的數 超過30張的話呢就會直接AOE全場 對方的全場臉加上場上6點的傷害 那是一個非常強大的AOE效果 那所以說呢這副牌最重要的就是在於說你要怎麼樣撐到 可以把冥斧之路順利的招出來 而且要有30點的墓地 那在靈魂之河的部分就是其中一個重點的卡片 那在早期冥斧的牌組之中可能就是硬堆木 然後去把這個冥斧打開來 那其實在現在的環境來講 不太適合這麼去做了 我們在構築上面來說的話會有更多的抽率 可能像是白鬼夜行啊死屍鬼啊 然後在這個生存之刃基爾特的機咒也是一樣破壞一張抽兩張 這些東西其實可以幫助我們去做到很不錯的抽率 那在前期的鋪場來說的話呢要靠的就是密諾暗影騎士 然後激動刃鑿絕者等等的東西 這樣子去把一二費的節奏顧好 那三費的地方也有熱戰的殭屍少女 那熱戰的殭屍少女也算是這一副牌的其中一張核心喔 另外一張呢是這個激動刃鑿絕者 那我們先講熱戰的殭屍少女 這張卡片呢他會因為王者召喚進入戰場的時候 他會直接進化 那入場取暴能強化5的時候他會王者召喚3 所以說呢4費以下我們只有一張嘛 王者召喚4的時候他只會召喚熱戰殭屍少女 所以當你熱戰殭屍少女 不管是你用葬送葬掉 或者是出場之後進入墓地 這樣子兩種的狀況都可以 他可以讓羈絆的共振去拉出來的時候 王者召喚4的時候拉出來 或者是他本身熱戰的殭屍少女 在這個暴能強化5的時候 會有王者召喚3的效果 他都可以把他召回來 那他本身會有羨慕取暴場加4 所以他也有一個很棒的 把整個墓地數抬起來的能力 那另外一個呢是激動刃鑿絕者 他的效果呢在進化的時候 他會召喚4個生產器械 所以他一卡配進化 他就有5點的目的 然後呢在被王者召喚回來的時候 他也會獲得突進以去加XX的效果 他本身有必殺嘛 那這個X的張數呢會是 自己場上其他機械從者的數量 所以說呢 當像我們這個 羈絆共振拉回來 或者是你可能像是 用這個熱戰的江之少女 如果說就是王者召喚3 是拉這張回來的時候 他也是有機會去發動突進的效果 那加X加X其實加多少重點 不在這邊呢 反正他有外的一個體質 然後也有必殺的突進的能力 他就有辦法去幫忙 你做一部分的結場 那在這副牌來講的話呢 七手的部分 基本上不用 也不是說不用 就是不用特別去留 靈魂之河或者是黑歷史 因為我們把整個構築裡面 他的費用 算是放的比較低一點點 而且整體來講的 這個抽牌算是相當多 所以說呢 如果你遇到的是 你覺得他比較有可能是 以節奏類型 建長的牌組的話 需要去跟他對打一個節奏 像我們的 機甲天使啊 死骸金屬巨星等等的東西 都需要去把前期的節奏給鋪滿 那像這種卡 兩費三木 或者是三費四木 這種類型的卡片 本身就是可以選擇 把它先去留著 因為很像鋪場 也可以讓生存之刃吉爾特的 疾咒效果能夠去發揮 去做抽牌 那中期的部分 就是看看能不能 靈魂之河啊 羈絆的共振 去把場面 維持 或者是把整個目的數的 張數給提升開來 這樣會是中期的一個重點 那能不能準時黑帝絲 其實也不是這麼重要 因為只要你能夠開出 在穩定的狀況底下 開出黑帝絲的話 其實基本上就贏了 所以把場面上給鞏固起來 計算對方的這個斬殺回合 也能夠考慮利用 羈絆共振所 安逆兒的獻身所拿到的順勢幸福 看看能不能去把 對方一些比較偏高傷害的東西給扛下來 那回的這四連血量也有助於把場面跟血量給穩住 這部牌來說的話呢 比較難打的可能會是 在這個甲蟲精靈啊 這個算是稍微比較難打一點點 其他的部分喔 可能面對到這種 現在這個貝德機械鬼 其實也都還是能打喔 我覺得最難打應該就是甲蟲吧 因為對方通常會比較快一點點 有的時候也不是這麼的好去應對 在自然巫師的部分 要看你羈絆共振 能不能拿到順勢的幸福 這會是這幾個對局之中一些比較重要的一點 那接著我們就來看幾場的實戰喔 這個名副死靈在現在指定模式環境之中 應該要怎麼樣子去玩 首先這場遇到的是龍喔 那基本上吉爾特 應該說 我覺得他 反正現在龍他還是要跳嘛 所以 我留一張綠牌 然後熱戰江生少女前面講過 他算是蠻重要的一張前期 質量跟堆木的選擇 所以我直接把他留著 那右手進來有這個一廢的從者 不是一廢的從者 一公的從者 我們就利用這個白鬼夜行 把他給葬送下去換兩張牌回來 同時做到蠻不錯的一個墓地堆疊 對方公主騎士下來 那我們前面所架出來的二一三守護 就比較麻煩 會被對方給交換掉 右手進來的是金屬 死海金屬巨星這邊一鍵鋪場 鋪開來之後等一下吉爾特 也能夠去做到不錯的抽牌 現在場上依舊有三張嘛 那這邊的話就是抽一張看看 這個位置喔 其實我也不會到那麼急迫 一定想要去做這個靈魂之合 我們先把這個熱戰殭屍少女這裡先做一波出來喔 做一個強的場面 那當然說啦 其實這邊他也有可能會有其他外的這種 像是六費啊可能會有這個氣排龍 這樣子去把場面給解掉 但是這個東西先架出來 其實對於整個牧場堆疊也是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靈魂之合他本身是直接性的把場面讓給對方 我不太喜歡這麼早去把靈魂之合給丟出來 那我們這邊拉 王者召喚421回來 有一個很強的一個解場效果 對方天使劍擊在這地方只解了一個 213喔 所以老實講我覺得他打到這邊他 已經喪失了這場跟我們交戰的機會 除非他真的是卡到爆啦 不然我們其實已經蠻明顯 很像是 呃 靈伏死靈了 那對方試圖用這個5.5的傷害不停的去做 我們就鋪場出來 用之後打下來 其實這個位置可能也許 直接壓進化會稍微好一點點 那對方這邊再一張集合握出來 進化把場掃完之後又再次的造成了3點的傷害 那這個位置就要小心喔 因為 接下來實費可能有像創世龍這類型的東西 再加上基爾沃的效果 所以我們這邊一定要留一張從者出來 密諾這邊壓進化點 讓我們的目的來到30以上之後把對方刷掉 那 基爾沃的效果呢一次也是5滴5滴嘛 所以基本上這樣子是沒有辦法直接把我們打掉的 接下來再回到我們這裡 回到我們這裡之後呢 就是再一張的這個黑蒂絲 兩張 冥斧之路 12點的傷害把對方給刷掉 那這場也算是開的算快點嘛 七八兩張直接18點帶走 OK那這邊對到的是皇家 皇家來講的話我起手留密諾跟基爾特 這樣子可以去把牌給找更多回來 也可以讓前期來說擁有一定程度的場面能力 那先手的部分喔 一一就直接丟下去 反正正常來講他也不會 不會特別想要交 然後 Divina回來去硬解 兩費去帶妖狐因血跡 之後一尾狐出來 對方這裡機械輸送者出來喔 代表 基本上會是 有這個機械類型的牌喔 因為他這裡的這個 機械輸送者他有抽到一張牌 所以說呢他是有這個機械三張以上的 是以機械為主的牌子 我們這邊敲頭 現在已經進入了三次的 冥斧的效果 那對方這邊機械刃赤猴出來頂一下 那我們基本上以手牌來講 現在是沒有辦法這麼好去解掉這張 機械刃赤猴的 所以我想要先抽抽看 抽抽看有沒有二打三 沒有二打三的話 我們這張就沒辦法解了 那就再 再吃一張 這裡 靈魂的牆襲慢了一張 那也沒有辦法 這邊要吃比較多的傷害 算是有一點點危險喔 現在 葛雷森抽到手上 葛雷森的效果只有 當腾在抽上手的時候 所以說呢第一張的 212沒有效果 之後 後面出來的 這張 哥布林有效果 那66在場上喔 我們可以用二打三 加上 暗影騎士 把對方給截掉 同時呢可以稍微回一點血量 暗影騎士 其實也算是死靈這幾個版本之中 一張還不錯的卡片 那我們這邊把密諾給打下去 繼續去做堆木 對方使出了迅猛 遇見是葛雷森 這邊on turn 出出來 只要場上有從者的話 在對方等一下的交換上面 都會有額外的傷害 但反正我們是冥夫死靈喔 場面本身就沒有 來得這麼厲害 然後這裡是鋪大場出來 刷掉一張 除非他右手抽到嘛 然後 又 鋪滿場 才有機會去發揮這樣的效果 但是呢 對方的整個構築裡面 其實還有放上蠻多的指揮官喔 這邊是利用參攻劍士立下 刷一波 這樣子去做交換 也造成了蠻多的傷害 奈諾這裡的進化 感覺是想要防我們的冥府 可是 可是可是可是他可能忘記了 我前面手上其實還有一張怨靈 那現在是7點的費用 所以我這裡可以 兵劍之城黑蒂絲刷一波出來 這樣子就拿到了第一張的冥府在場上 只是呢 我們的目的還不夠 目的還不夠 那這裡他白鷹的閃耀艾蜜莉亞 EMT 新的DLZ卡片 加上流利的槍術士出來 我這邊想要把血量稍微拉回來一點點 所以呢 這邊是選擇 吃掉之後再抽喔 希望可以再找到多一點的東西 因為說實在的 在這個位置我並不需要 跟他 拚這麼快的速度喔 問題應該不到特別大 因為我們只要能夠把場面hold住 其實都能贏 那這回合就可以開 把冥府開起來了 葛末瑞這裡出來 我是希望做一個2加7的一個效果 然後也同時有守護 所以還能夠稍微保個場面 那這邊留一個進化點的主要原因 是在於說 我已經知道說 對方 他已經開了那個 應該說他已經融合了許多張機械 之類的卡片進去了 所以他等一下這個回合的場面可能會非常的恐怖 這邊再融兩張進去之後呢 他的場面非常大 再抽到了葛雷山 不過我們場上沒有其他的從者了 不太會被打到太多的傷害 這邊他做了一個蠻不錯的選擇 就是空進化鋼鐵大綠之神 這樣子 躲在後面的這個巴巴 他其實是蠻有機會敲到頭的 不過我們手上有銀血嘛 我們可以再把這個 血量給吸回來 直接同時把全部的場面清光 這邊交兩個 一尾狐 配三進化點給銀血之後 這個二三再去做交換 然後白鬼月琴再葬一張 這邊是換個牌 刷六點下去 對方只剩下三點的血量 而且我們的血量也順利的回來到十六底 這個位置他如果想斬我們的話呢 其實比較不是這麼容易 再讓他的構築 自然機械指揮官全放 所以其實他應該比較難擁有 像是這個獅子等等的這種大爆發的卡片 OK 那我們這邊就 對方就投降啦 以上呢就是這一支有關於 冥福死靈的卡片啦 那一直錄死靈的牌組 就不是因為我抽到安涅兒啦 只是這個版本在前半段DLC之前 其實出的比較少死靈的牌組 那現在找到一些還算可以玩的牌組 像是自然死靈等等的 就想要來介紹給大家 那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點一下讚跟訂閱 才不會錯過任何一支 Shadowverse暗影師章的影片 有任何想要看的類型的話呢 也可以在底下的地方留言告訴我 那之前其實有人提到祕靈精靈啦 我又順利的從這個一萬一千分 掉回一萬分喔 這個不知道為什麼怎麼樣就是贏不了 但是呢我還是會就是多多嘗試啦 如果找到還不錯的購組 再分享給大家吧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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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p 我們的這個影片 那我們下支影片对我們下支影片